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不错 连续两天大涨了白点之上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早盘的时候还在开小高之后 就慢慢一路一路的震荡走高 那今天最高涨133点 我记得昨天收盘是涨150 连两天大涨 那现在台北股市 它今天有站上季限 那现在维持在这个区间 就8月份以来的区间里面 那现在的重点是说 这个盘到底有没有机会去突破盘局 然后再往上攻 或去挑战前高 对不对 还是说这里又还是一样 像之前那样子 又在那边跟你维持在一个区间 又跟你走震荡 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 说句实话 这盘也没什么好追高的嘛 对不对 好那但是到底盘怎么走 好我们来仔细看了 因为在最近发现 就发生这个 尾巴冲突的一个事件 所以呢造成那个国际震惊 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老实讲国际金融也有出现一些 很诡异的一个现象了 那我的理论依据 你看我节目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给各位国际瓜嘛 对不对 所以呢到底这个盘他会怎么去走 我们还是要从国际金融这块角度里面 我们去做推敲嘛 那到底这个盘我们要怎么去做研判 好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先讲正常版 什么叫做正常版 先把尾巴冲突放一边 如果我们就从最近国际金融所发生的状况来看 你注意看 昨天美国有公布一个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年升2.2% 那这个呢是创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也是连续第三个月成长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都已经在上涨 那就代表了说 生产者的成本是提高的嘛 对不对 那生产者成本提高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成本去 就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那今天晚上是公布了是CPI指数嘛 所以预计啦 照理说这个CPI指数 应该降不下来 因为你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已经连续 创4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嘛 连续三个月成长 所以呢CPI应该也降不下啦 好那我们再仔细看 昨天美国呢还公布了一个 联准会上次的会议记录 这个内容里面呢 会议记录指出了 大多数的决策者认为 还要再升息一次 那一些人大多数跟一些人 这就代表比较少了嘛 对不对 一些人表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升息 是不是 好那各位 从这几个 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11月原本应该是要升息的 那个升息应该这么说啦 升息机率很大啦 当然我昨天上节目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这几天发生那个尾巴的冲突 我是认为啦 照理说应该不会升啦 因为不要去制造这个事端啦 让它更严重 所以呢 昨天那个联准会的传声筒也说啦 美国升息的周期可能会 仓出就结束了 那最近有很多官员也说嘛 这地方照理说啦 应该就不要再升了啦 又出现那种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一个事件嘛 所以呢大概就不会升 所以我们就说正常版 照理说11月是要升息 但是呢又发生了这些冲突之后呢 照理说就应该不会升息 那个机率就很大很大了啦 那现在所造成的原因的状况在哪里 昨天我跟各位讲过啊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现在冲突的状况 老实讲目前 大家比较怕它会不会有 扩散的一个现象啦 像那个什么叙利亚啦 那个什么什么泥巴内呢 现在好像也有一些 那种好像有那种 什么色飞单的一个状况啦 所以呢现在大家是边走边看 那因为发生这个状况之后呢 整个市场的避险资金啊 我之前跟他讲嘛 避险资金跑到两个地方去 好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公债 因为殖利率呢它一路走高嘛 一路走高就代表说 你那个债券价格是大跌的 那你现在债券价格是大跌 那么便宜 所以呢市场会去找一些 固定收益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去当资金避风港 所以呢债券就是避风港嘛 所以呢让你看到什么 最近的公债殖利率呢 就有跌下来 昨天跌了2.25% 对不对 我们老实讲啦 如果说没有这种事件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走震荡 都是合理的 因为你我们刚刚说嘛 正常版照理说 11月是有机会升息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离11月还有一段距离啊 所以呢 公债殖利率这个地方去走一下区间 它是正常的 可是呢 现在整个避险的资金跑进来嘛 所以呢造成这几天啊 让你看到稍微有跌多一点 可是现在收在4.56% 那如果说能够让公债殖利率啊 去破前低 前低大概多少 就在4.4到4.42之间啊 那就代表了说 公债殖利率就不会再走高了 好就不会再走高 那就确定了啦 但是呢 目前我们看到是什么 它就是涨多在那边跟你走整理嘛 好那再来 另外一个避险资金在哪里 就是黄金啊 黄金昨天涨0.6%啦 从低档这样子涨上 涨上来大概也涨得差不多有60块美金左右了 这几天稍微有动起来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啊 一个公债殖利率一个黄金嘛 那这两个都跟什么东西有关 都跟美元有关 什么意思 黄金涨美元就会跌啦 就是黄金跟美元是悄悄办的 但是呢公债殖利率跟美元呢 它是属于正向关系嘛 所以呢这个涨照理说美元就要跌嘛 这跌下来美元也要跌嘛 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嘛 美元有没有涨 没有涨嘛 对不对 所以呢美元有跌下来 对不对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那现在市场就比较担心什么 油价会不会大涨 不过目前因为 中东那个地区是没有产油啦 那当然是比较担心就是说 会不会有那种扩散现象啦 所以呢目前来看还没有扩散 所以呢油价也是维持在一个 跌下来之后维持在一个区间 好那各位这都是对股市有利的 好我们说过了嘛 之前股市为什么跌 因为你公债殖利率一路创新高啊 那你这一路创新高也代表 也带动美元一路在走高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呢 现在公债殖利率有跌下来啊 那美元也有跌下来啊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 油价也没有大涨啊 所以呢这些对股市它都是有利的 好所以呢 从之前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盘叫片线嘛 对不对 你注意看啊 7月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这里是片线啊 对不对 好 当它跌下来之后 我们那时候在9月28号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预告嘛 我说低阶减便宜的时机 我是预计在10月下旬嘛 那今天10月12号快中旬了嘛 对不对 好我们有预告哦 好我跟大家预告哦 好那现在因为发生了 以巴这个事件啊 那我现在在抓啊 到底做多的机会来了没有 会不会提早发生嘛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造成国际金融出现变化 那你现在公债殖利率有跌下来 你美元也跌下来 油价也没有大涨 那这对整个股市呢 它是有利的 所以又让你看到 最近怎么搞 美国股市反弹 是吧这都很合理啦 那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样的做法 无非就这两句话 山顶上完有谁能赢吗 你之前在这里拼命买 一路下来买 说句实话啦 买到这里一定是套一头拉股啦 我有说错吗 真让你这样子一路买一路买 而且这些老师每天都要买啊 对不对每天都要买啊 等到哪一天涨上来啊 他这样做法就是 等到哪一天涨上来 跟你讲那个最低点是他买的啦 这让他骗笑欸 真笑欸 所以呢 你从高点一路买 到现在为止你是掏一堆啊 那现在我们在抓的是 山底下完不赢也难嘛 到底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那种 见底的迹象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做研判 好各位我们注意看 刚刚我们就说过啦 你说没有通膨吗 PPS指数创这几个月新高啊 今天晚上公布的CPI照理说 应该也不会太差啦 所以那正常版是11月应该 升息几率蛮高的啦 但因为发生就是尾巴冲突的事件嘛 好所以咧 现在这个市场喔 你说通膨没有 通膨还是有喔 还是有喔 但是通膨现在不管它 为什么 因为不敢升息 好通膨还是有 但是现在不管它 好 那10月我跟他讲 三大风险嘛 一个通膨 现在不管它 再来就国际股市 跟融资断头的问题嘛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了 昨天的盘跟今天的盘 差异就很大 我在那个双十节之前 我跟他讲过 下周就本周嘛 点点板加速将会扩大 对不对 好我们注意看嘛 昨天到收盘的时候呢 有18家的股票 是打到跌停板 那放眼一点点 有没有一堆股票跌停板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今天没有啊 有没有 今天一家都没有啊 除了那个自贸 盘中有打到跌停板之外 目前呢 没有收到跌停嘛 对不对 不过他今天是坐头下来 是吧 好那今天没有跌停嘛 OK 好那现在怎么看 我跟你讲 这个跌停板加速 会不会再继续扩大 会不会又出现 像昨天这样子 一堆股票打到跌停板 各位关键在哪里 我来跟各位说 接下来关键要看国际股市 什么意思 我跟他讲 今天盘算涨起来 可是很多个股 现在目前危机 它没有解除 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有很多股票 它创破断低点 有没有 我们虽然举例 有些个股就一路跌下来 今天有反弹 有反弹不代表它会大涨 看不出来嘛 对不对 你看 昨天很多股票创破断低点 你看到现在为止 今天还是有些股票 创破断低点 你看嘛 这些股票创破断低点 今天稍微反弹 可是都是量缩 对不对 你注意看 这些股票创破断低点 今天都量缩 稍微有反弹 是吧 你看 很多股票都这样 昨天创破断低点 今天都反弹 所以今天指数是怎么出来的 除了全持股在带之外 你看台积电跟金融股 那就是很多个股跌身反弹 因为它反弹 所以稍微把指数稍微待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危机没有解除 是不是 我们拿AI的个股来看 你注意看 昨天AI的相关个股里面 比方说 昨天几乎快创破断低点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反弹 没错吧 今天反弹 你能说这里是底部吗 目前看不出来 都还没有站上均线 会不会震荡震荡以后 又再创破断低点 现在你没把握 是不是 你再仔细看 这个股也是一样 昨天这档个股 达阿迪临板 它创破断低点 今天有涨 可是量是急缩 你说这个地方它是低档 目前还没有这个讯号 是不是 你再看 量度伪创也是一样 昨天破百 今天又涨回到百 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从高档买到现在为止 说句实话 这一波到现在为止 已经跌了差不多四成了 不要说你买最高 只要是你之前去买的 到现在为止最起码三成跑不掉 对不对 那到这边融资都没有什么减 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 那GNI的个股里面就一档什么 微胜涨停 是不是 那你会发现 微胜涨停也是维持在区间 而且昨天跌下来的时候 昨天是破线跌下来 融资在减 没有人敢买 真的没有人敢买 结果今天涨停 可是涨停到这地方 你说有赚吗 都维持区间 没错吧 好那各位你再仔细看 昨天它涨什么股票 第一个嘛 因为你黄金洞嘛 所以先涨黄金的概念个股 昨天涨加龙嘛 对不对 可是加龙这些股票呢 到他昨天涨停满之前 只有129张 所以涨停满怎么赚 除非你去追嘛 最近又稍微有高点 可是又开高走低 你说这有成为趋势吗 你看 金一鼎也是这样 这是黄金概念个股 昨天就开高走低 今天也没什么动 所以你去追它 没有意义嘛 没错嘛 除了黄金概念个股之外呢 昨天还涨军工的股票嘛 对不对 你再仔细看嘛 这样是有赚吗 昨天应该很多人跳进去 因为前一天的时候 只有400多张 谁会买 不可能嘛 而且就双十节之前 你谁会去买 所以昨天去买的到现在为止 是赔钱啊 是套牢的啊 对不对 更何况其他的军工概念个股 你看龙德造船间创破端低点啊 然后你看呢 台船 今天也跌下来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从目前为止来看 整个市场的架构很乱 你找不到主流在哪里啊 好了你会说 老师今天我的股票涨停板 我就说嘛 昨天破线你不可能买 因为融资都在减啊 你这怎么买 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区间啊 是不是 今天有一档个股涨停啊 应该很多老师都会说它有啦 可是到现在为止啊 你买在前面的 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等几套啊 不要每次都说最低点都是你的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个股现在是跌下来 跌下来到现在为止呢 它顶多只是反弹 并没有让你看到说什么 这里开始有那种什么趋势 要走强的趋势啊 甚至于目前很多那种补跌型的个股 它还跑不掉啊 刚刚我们说过啦 到今天为止啊 自贸啊 是不是区间坐投下来 有没有 像有些个股到今天为止你看 高档的股票都还在跌啊 你看这些个股啊 高档的股票都还在跌啊 你看这些股票 高档区间已经坐投好几个月了嘛 是不是 像昨天啊 也是股票也是这样啊 昨天跌下来 昨天才刚补跌 今天又继续跌 有没有 昨天刚跌嘛 结果今天又继续跌 所以我问你们 啊你觉得今天这个盘它有很强吗 他就在拉台积电啊 台积电反弹嘛 那台积电动那对指数一定有帮助啊 除此之外呢 连今天金元宏也在动啊 所以呢整个指数是有全指股在撑没有错 可是你从很多架构里面来看 很多个股其实你说大赚 每个老师都大赚 我只能跟说你说赚个屁啊 这让你从之前高点一路买啊 山顶上网有谁能赢 你一路买啊 跌下来的都不讲了啊 每天在拿那个新的股票来跟你讲啊 没在笑嘻嘻的 很高兴你看我的股票又涨停板 你看我这个股票又创新高 那之前买的呢 我说你让这种人 这种讲法成为市场主流的话 同学这这么多年来啦 你要赚你早赚了 你再让他成为这个市场的主流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啊 以后你的小孩也会做股票啊 你觉得你都赔钱了 你觉得他会赚钱吗 所以你稍微思考一下 因为山顶 我们之前7月份帮你抓了嘛 那现在我们要去抓山底嘛 对不对 如果说这里真的是底部的话 就像我今天测标起啊 我们要等待做多的机会啊 那到底是不是底部要怎么去看 我刚跟他讲过了 这个不是没有 现在是因为尾巴战争 所以暂时不管它 你说融资会不会断头 今天台北股是没有跌顶板的股票啦 但是你去试想 如果说这个盘它不是走攻击的话 那跌顶板的股票 我这么说啦 因为昨天就已经融资减了多少 33亿出来啊 如果这个盘它不是走攻击 除非走攻击盘 可以化解这个融资啊 那个卖压啦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不是走攻击盘 而又开这边走区间或者是出现下跌呢 我跟你讲 那个跌顶板的加速又一堆跑出来了 昨天已经有人受不了啦 买了那么久 然后一堆股票呢 都让你看到窗坡那低一点 不卖才怪 对不对 好那现在怎么化解 要怎么化解 我说只剩下国际股市啊 对不对 那国际股市涨不涨啊 好那国际股市怎么看 我们来仔细看啦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喔 美股已经连弹四天了嘛 到现在为止啊 道琼现在正好是来到 月线反压区嘛 那到底过不过月线 能不能真的站稳到月线 目前还不知道喔 因为没有练 对不对 你看喔 科技股是稍微比较强一点 但是这几天连弹四天之后 已经来到基线位置区啦 你看喔 基线上面都是之前的套牢筹码区嘛 这一半也是一样啊 也差不多来到基线位置区啦 是不是 啊基线上面呢 也都是上面套牢的筹码区嘛 所以我说为什么 我说监测表写说 等待做多的机会 也应该在哪里 到底你美国股市能不能站上均线 正好你今天谈四天左右啦 现在慢慢都已经来到基线位置区啊 如果说你这地方能够站稳到均线之上 那就代表说你有化解那个空方的压力 那如果你站不上去又出现震荡的话呢 只是反弹啊 对啊只是反弹啊 如果美股市这样走 我问你嘛 台股会不会一路走攻击 就很难说啦 是不是 而且我认为啦 像国际股市都在边走边看 到底尾巴冲突会不会扩大嘛 所以呢 你说台北股市这个融资断头的这个压力 有没有化解 老师说我目前还看不到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等待做多机会 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因为从7月份开始我没有叫你买股票啊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这一段下来 不要说一档啦 一股都没有套到啊 不要把现金留着啊 啊当初你有跟着做空的 我们说加减赚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满手现金我在等啊 等什么 到底这里是不是三底嘛 对不对 当然你会回答我说 老师你看这几天已经涨起来了 就涨全资股啊 那一堆股票已经跌翻天啊 如果说这里真的是底部的话 那种跌翻天落底的股票 一堆让我去买啊 所以我不用急着说 在这地方我要不要去追啊 我这地方要不要去买 那每个老师都是这样子啊 做法都一样啊 涨要买 跌一点也要买 每天都要买 每天涨停满都是你的 每天还笑嘻嘻耶 那根本不管会员死活啊 我又说过啦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你看嘛 那已经跌了四成啊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跌翻天 都已经跌下来了 这些个股都是跌下来了 你看看啊 一堆股票都跌翻天啊 是不是 可是这些股票没有人会跟你讲啊 每天再拿掌停满的 来跟你说就好啦 我说你要让这种人成为主流 那来随你吧 我说说实话 你要跟这些老师做 要赚早就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到底是不是这个三底 接下来我就看啊 如果美股有机会去突破 均线的压力区 那最好能够搭配的 那个公债殖利率再继续跌 如果说有出现这个现象的话 欸 我本来越下旬要做多的 我跟你講 搞不好我就有机会提早 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有发生 它只是一个反弹在那边走震荡 然后公债又没有跌下来 我跟大家说喔 你不要忘记喔 现在这种融资断头的那个压力还是在喔 所以有些股票喔 如果美股一跌的话 我认为喔 还是会有一堆股票的严定板 所以我们等一下嘛 又不急 我又没有套牢 那这样做法是不是你要的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跟各位说过啦 如果你能够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反正也不增加你的负担 做多机会到的时候 我一定带你去买低档的股票 OK 那认同的欢迎你 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市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代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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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呢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连长两天 但是这里到底是不是底部 刚刚我们有分析过了 我说因为国际股市正好都来到压力区嘛 到底过不过 如果说能够突破的话 那如果再搭配一些国际金融的变化 我认为那个底部到 我一定会带你进场去买 从高点我们叫你卖 低档到的时候呢 我一定带你去买 所以我们绝对是有买有卖 而且不是那种死多死空啦 如果你能够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绝不乱做 不是每天叫你买 什么每天涨停买都是我的 而是高档有卖低档有卖 那如果说你能够认同我们的方式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